我们今天到场的嘉宾是来自于辽宁中医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张慧永老师 欢迎张老师 欢迎您 广告前咱们说了有两种情况 一个是整根整根软下掉的 属于头发太油 一个是属于半根半根软下掉的 那属于头发一段干枯 这两种情况在您的这个整个的从医经验过程当中 是不是脱发里边算比较典型的两种类型 对 确实是 准确地说两者情况都不少 都比较常见 其实在判断的时候呢 一方面是看头发的状态 而更关键的我们需要分析这个人整体的状态 因为中医讲的是整体论质 我们讲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一定是哪出现了问题 才导致了局部出现了信号 我们先从这姑娘开始 这姑娘这头发这整根整根掉的 这怎么回事 我们得从这个姑娘的身上去发现问题 我们带着张老师的疑问 看看这什么问题 怎么这么黏呢 怎么又出没下去了呢 口干是有热吗 而且还爱出油 他这个是不是因为有湿啊 对 我们能看到了 这个人的头发是整根掉的 而且体内爱出油 这就是老百姓常说的 这个人湿气大 而且还有热 是典型的湿热之鲜 这鸭头湿热 怎么就有个麻花的 得看看她自身的问题 自身问题 我自身没啥问题啊 我就是吃得好点 后吃 平时爱吃点果果了 然后对对就有鱼肉了 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问题 我就是平时不爱运动 后坐着 爱吃鱼 爱吃肉 爱吃麻 爱吃辣 吃的东西都是生痰生火生热的 鱼生火 肉生痰 也就是体内的湿热之鲜 都是吃进来的 再加上您再看看它有特点 它缺乏运动锻炼 运动让我们气血流畅 脾胃正常 因为过多的负担 吃进来的东西太多了 脾胃消化不掉 那么在体内就生痰生湿 而我们多切运动 就是帮助脾胃 把我们的过多的能量消耗掉 但是它缺乏运动锻炼 那这些热量在体内虚积 就形成了湿热 越居越多 我们古书有说流水不浮 护疏不住 它不动 那肯定在体内就生腹生柱 这种腐和柱 就是体内的湿热之鲜 慢慢的堆积 那么湿热过多 就会影响到波及到血分 出现了血中的热 而且您已经看到了 这种湿热已经透出皮肤了 脸上是不是油脂漫花的 对吧 头发是不是也是油脂漫花的 都是湿热外溢的表现